有个朋友现在他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因为你在美国 为啥带着美国还说这些浪漫七糟的 他现在要绝你这样子 你现在现实是现实找人过来那啥了吧 现实找犯者 对对对对 来你朋友叫啥名 你朋友那个除了姓以外叫啥 小牛 小牛啊 小牛过来来来来 小牛上上上我这来来来来 咋的啦 哎应该来我问你一下 我说你也是出国外 可能说那一代父母那一代 或者自己通过自己努力 这一代说你现在IPD是在美国 为啥谈论一些国人之间的思想 可能说你经历过 出了国不让说呗 小牛啊 我肯定要说啊 但是这种东西 但是聊的东西是不是要有一种 自己所亲身经历的 自己有自己思想跟独断的 哪句话我没经历 你跟我说说 我说哪个没经历 感谢我盘龙哥大好吃 我知道你所聊的东西 肯定说你说经历的 但是这种东西你说你经历的 但是今天我朋友跟我说 说你应该说聊的东西很广啊 聊些说什么字也都懂很多很多 我说朋友 我说我身处这个环境存在这个世界 但是人要认清自己嘛 对吧 都是北方人 我知道你是吉林的IP 我知道你是吉林本土人 现在IP是在美国 但是人所讲的政治 给自己改变相关 活在这个世上 在中国这个城市生活 我没有像你这么大能力 存在这个美国 但是我活在这个世上 我要认清我自己 对吧 我就说这个情况不一样 我跟我朋友 这个观点很不同 不是 他不冲突啊 哥们儿 我没听明白里面冲突 冲突 所以冲突点在哪呢 你就觉得就是在国外的不应该说这个话 还是说在国外的不了解你的生活 还是说怎么的 你啥意思我没听懂啊 我说的意思是啥 应该就是在国外生活 说说也见过很多画画师 也见过很多东西 至于我在中国也体验过 但我不包括所有人 所有的一些说出国的人都包括的 我就说 像你这种 都做主播的 经历过中国的一些东西 也见过国外的一些东西 我朋友就跟我说 现在国内很多很多都是新鲜事物 都是很优秀的 很好的 但是我就 我跟我朋友说 我国内有很多的不足 好点拿不 那你比如说说 比如你说说你哪点你觉得不足了 你哪点觉得不足 你觉得 现在中国的很多东西 不是 听我说 你听我说 首先是不得 比如说大头鹰说了 说这事其实挺好 但其实不是 这个事根本没有那么理想 这个事会非常的不好 让你感受到你觉得 你觉得不舒服了 这个事根本没有大头鹰说那么好 大头鹰在撒谎 这就行吗 咱俩得掰扯这事吧 你们我还没说 我也没说过的事 对不对 你说这我说过 啥玩意不符合现实了 是国内的也好 国外对吧 不是 大头鹰哥 大头鹰哥 我这个今天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说你在这个平台上说 一直在从吃饭到现在 一直跟我说 我都几个 跟我说 说这个你跟他掰扯 他说他很 他很那个很多点 很多很优秀 说这个点怎么怎么好 他作为国人来讲 在国外分手的环境 他作为一个主播 说您 怎么怎么样 我说 我说我掰扯这点 我说作为一个国人来讲 我说中国的点 未来发展 怎么怎么样 我说中国很 很好 很好 怎么样 我但是咱们也要 也要学习 很多人要接触 他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朋友 很不吸取那一点 就是说 我们很不好 怎么怎么好 我说但是我们 哪点不足 就是两个人 在刚这个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哥们 所以你说哪点 你觉得哪点 咱家不行 比不了国外的 比如说 有一点 各位有一点 咱说咱医疗方面 咱们就不好啊 比如说咱们不好 对对对 咱们辛辛苦苦几十年 奋斗到今天为止 奋斗了一辈子 这一普通 百分之在中国 生存的老百姓 我也是个东北人 生存的老百姓来讲 活到今天 辛辛苦几十年 中国地益 咱都没有学评 没有缘分 活在这个世上 辛辛苦几十年 一辈子 我告诉你 中国最好的一点 就是啥 就像你这个选手 能活到今天 这就是最好的了 你要各国外 你都到不了这么大 你早上马路上 躺着去要饭头 也不一定 但是我不是说绝对啊 你这样 你来你去 你这样是谈医疗 咱就 咱摊开 咱摊开闹嘛 哥们你想说啥啊 你想说得个病 你倾家荡产制了 那我问问你 得啥病了 花多钱呢 行不行 这起码 哥们 咱们是自己 付出了很多了 咱们自己 掏了也很多了 那是国外 看病不花钱呢 还是国外待的人 不回国看病啊 我告诉你一个 我告诉你一个 时间排队 你快别闹了 你听过美国 美国是不是 你心目当中 对比的对比的 这个对象啊 我问问你 我并不说美国 那你觉得咱家 你要觉得咱家 医疗不好的话 你得有个对比对象吧 你跟月球比呢 你跟谁 跟哪比的 你告诉我 你不是跟月球比吗 颜哥 全民 那你跟哪比 现在全民 全民医疗国家 对 你跟哪比你说 你跟哪比你说 你别蓄到 你跟哪比你说 行不行 最起码 最起码咱们现在 也要认清一个现实 我最码看个病 赶快发生 我是要花钱的 在中国 那怎么了 不说 好了 行了 打住哥们 所以国外免费医疗 是吗 对啊 好 哪个国家免费医疗 你跟我说说 不是美国 是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 现在 现在就是离中国 最近的新加坡 人家也免费医疗了 我告诉你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免费医疗的 听懂没有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是免费 你别天天 你别天天 你听我跟你说 你别天天五迷三道的 看两个视频 看两个宗介宣传 宣传你出国的 又半这移民 半那移民 跟你说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啥的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国家是免费医疗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是免费教育的 明白吧 免费的背后 是更大的真相 是无穷无尽的收费 比如说 我跟你说医疗的问题 我跟你举我身边 这个例子 我给国外待十四五年 我有这个话语权吧 我身边的朋友 我告诉你 十有八九 有病了以后 都是等啥 等着攒到回国治 攒到回国以后去治一下 十有八九 在海外常年待着的人 回国第一件事是跑医院 要回去先上医院去看 为啥很多病啊 咱们日常生活 你别说那种疑难杂症 很多病 我们在国外生存的 基本上都是啥呢 在这个回国第一时间去看 当天看 当天就治了 是不用等的 在美国这个地方 具体等不等 当然你没看我的作品 啥的你不知道 我身边啊 包括什么 老何 就我原来开饭店的时候 有个大哥 就是属于这个 一上点火 葛咱家正常来讲的 他是糖尿病 他 您说的不是开牙 不是 所有 一切 我现在给你举 方方面面的啊 我身边有个老何的 他评论糖尿病 他哥 我这边上班的时候 他一股激活 这血块压眼睛了 正常葛咱家 今天去晚上就给你打开 你就慢慢需要一个月时间去回复 他哥 美国硬生生 扛了三到四个月 已经完全坏死了 最后回国已经 这辈子不可能再睁开眼睛了 在美国硬等的 美国的医疗资源 就是无限排期 无限等 有没有那种 你在电影里面看着 说你有事 在巴不得 这边叫个支撑飞机过来 给你掉过去 给你看 有这种一趟 变着几百万刀 你能付起 你就去付 这正常人来讲 是绝对付不起的 明白吧 这就是美国的 这个属于排队的这个政策 这是属于我身边的第一个人 我再跟你说第二个 我有个干爹 我干爹最开始发现啥了 有口腔癌 口腔癌本来也是 他把这个东西切了就好了 就是活生生等排队 就是排不到你 我知道你有这毛病 你问我能不能治 我说能治 但是啥呢 你得排 排到啥 排到这个扩散 排到整个扩散 还没排到 等待排到它 是直接化疗了 直接开始化疗了 这人就折磨的 头发也没了啥 最后也还是属于痛苦的离去了 我告诉你 我包括我妈 我妈在美国这块 就说她自己感觉肠胃不得劲 感觉肚子不得劲 做个胃镜等撒月 这首先 医我告诉你 他的医疗不是免费的 我们每个月都得是交钱的 你得买保险的 我不知道你按不按个人民币算 每个月我用还是不用 我的180块钱我得交 每刀 老弟 搁美国 我们搁美国呆子 我们180每刀得交 去看病去 他给不给你报 报 而且比例特别之巨大 比咱家按比例来讲大很多 我比如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我在美国我心脏打支架了 不是这不是例子真事啊 我打支架了 我支架在美国撒支架 一共累计花了多少钱 花了将近22万美金 哥们 将近150万人民币 我打起撒心脏仗 我实际自己付着那多少 付了将近1500块钱 1500多点 550加980 我付了1550 你看这比例很不很 22万自己付1500 这比例挺狠 但关键打撒支架 可咱家多钱 你听听 用了1万人民币吗 对不对 我在这 人家账单上面显示22万 报完了以后 我来付这个钱 怎么呢 在这个国家生活 得需要 这个比例 我说的就是这个比例子 好 这个比例 我现在不是跟你折合了吗 我付1500 合人民币1万 我打撒支架 咱家打撒支架多钱 你就不报销 打撒支架多钱 你知不知道 老百姓就达到5万加 不到10万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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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 我闭上 你现在看看评论区 给你打 他妈打撒支架 花多钱 你往上翻翻 自己看看 啊 你一天五面三道的 你张嘴就来 你讲话了 你经历过吗 你啥也没经历过 啥也没见过 只要收你钱的时候就贵了 就指定比国爱贵了 你见着过啥 你看着过啥呀你 啊 国内能上了万吗 但是应该 他绝对要过万的 绝对是要过万的 你叫什么板 你叫板 你叫板 咱俩嘎点啥的 来 我现在问你 敢赌啥哥们 绝一根手指头行吗 咱俩赌住绝一根手指头 我给你叫医院工作人员上来说 行不行 我现在给你叫医院工作人员上来 行不行 你把你个 你别吴了 把你个大嘴给我闭上 你要说你有商业保险 你说你不过万 我信 咋的 有保险不应该吗 哥们 不应该有保险吗 咱们现在讨论不是保险的问题吗 保险报完多钱吗 对不对 不算保险 都22万美金 你能不能掏出来 商业保险存在的吗 那咱家有没有保险 我那是全民健保 跟商业保险一点关系没有 我那是正常 正常 你就是这个保险 我一年我也不买 我当年你报税的时候 强制把这保险钱补回来 而且我享受不着保险 你能不能懂 你能不能懂 正常咱国内医保保完了以后 仨支架多钱 你别来个大嘴张嘴就来 你见过吗 你打过吗 你看睁开你那个下眼珠 看看评论区 看看多少钱 百六色有什么用 你现在看看 你看看评论区 有的是打过的 你见过啥 你感受过啥 你张嘴就 咱家单市咱家就贵 你国外商业保险 我说商业保险了吗 老弟 我问问你 这是全民要求 强制必须得买的 商业保险之外吗 这跟商业保险有啥关系 不是商业保险 全民健保 必须要有的 但是应该咱就不说别的 应该咱自己做了保险 咱自己看 但是说 你交多钱一个月 你自己交多钱一个月 我问问你 但是应该 还是有一点 咱说 我们在 别照 别照 把一个话题说完 你交多钱一个月 我一个月 我正常给我父母交一个月 跑去商业保险 一个月都交了几千块了 都 一个月几千人民币交保险 哥们你张嘴就来吗 我自己农村合作医疗 一个月多少钱吗 农村合作医疗 一个月几千块钱吗 你张嘴就来吗 英哥我不是张嘴就来 现在在这个社会生存 我不知道你出国多久了 你现在在中国这个生存 你需要交钱 来你啥医保 你第一个出来 我看看别张嘴就来 你怎么张嘴就来呢 来啥医保 你第一个出来我看看 你啥医保 你第一个出来我看看 你看看屏幕上 三百五三百八一年 你交几千块一个月 怎么这么 你一个月挣多钱 你告诉我 我一个月是一万块左右 你挣一万块钱 一个月给你爹妈 销几千块钱的医保 我现在合作医疗 拿出单子来来 把上头打开 拿出单子来来 你能拿出来 我现在给你报了 我掏 拿出来 拿出来 你把上头打开 你能拿出来 我给你掏 拿来商业保险 他给自己爹妈买 他愿意花一万 他愿意买呀 你买商业保险 你能跟合作医疗有啥关系 你能活到今天 你是可把路上躺着 你要犯选手 你活不活来 你为什么不在中国 我回不回来 我不用再跟你去单独解释一遍 懂得自然都已经明白了 我要解释八百遍了 我回不回来 哥们我问你 今天啊 我刚才说了 我打杀心脏支架 来 我现在问问你 听我说 我打杀心脏支架 我今年三十八 你别一说出来 行了 你怎么这么滚刀呢 就你这出 你要现实 我面前会给你个大嘴巴 你别滚刀 我问你 我今年三十八了 看我跟你说 我今年三十八了 我打了杀心脏支架 我现在长春的 我回长春能干啥 你告诉我 您长春 您在长春可以养老了 这几年 我可以干啥 你告诉我 我能干什么活 我不得上班吗 我干啥 我吃啥 我喝啥 你告诉我 人家退休 你这年保安还是可以做的嘛 保安 死不死在心脏支架的人啊 哥们啊 你现在都快一万人了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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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你就这出啊 老弟你嫉妒了 你现在你就是把心平静下来 你听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平静 我应该比你弱 看我跟你说 把嘴闭上 别跟那咧咧了 一天喝点啤酒 你真是的 把嘴闭上嘛 我只是在觉得 很多东西 我们也需要努力 我们也需要人学习 就是 我这些人 把嘴闭上 你别说话了 你五米三道 你今天喝没喝酒 你告诉我 我还说 你喝没喝酒 来别给他敬音 来你喝没喝酒 你告诉我 你要说我没喝酒 那你叫这个诊 没有意义了 你喝没喝 我问问你 这个跟喝酒 英哥 英哥 我肯定是刚 我没有沾酒呢 刚刚开始 你多大 你多大岁数 一周喝几头 你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点 是应该喝酒的吗 不是 你一周喝几头 喝几堆 我 一万 聊到一万 我就下了 我跟您聊到一万吧 啥玩聊一万呢 你大家在这看我呢 英哥 你说了这么多 我就问你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外国 外国的注册 国籍还是中国的 我有绿卡 你有绿卡 那不是常注的吗 对一个普通老百姓 在深圳 在中国生活 我跟你讲 英哥 我是96年生人 所以说我也是 读过大学 走过本科的 我跟你讲 英哥 还是一样 我也是申请过 美国签证的 走过的 就是因为没有 雅思过普 走不出去 英哥 你要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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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的就是 你想上国外 上不了 你在那 你现在回头来说 这话 是不是这个意思 英哥 我并不说这句话 我 我如果要说这句话 英哥 我就不可能说 像我朋友 所现在认为的 说是我在 崇洋内外 人家说 你不是崇洋内外 这么简单 你是恨谷 哥们 你是看家 啥都不得劲 你想出去 没让你出去 那不是咱家 不让你出去 是我告诉你 是你梦想的 精神故乡 不让你来 是你的精神故乡 给你拒之门外 认为你不配 哥们 就你这出 你确实也不配 就你这出 你确实不配 我实话实说 你这五马长强 你这五马长强 这出 我说实话 就你这个样 就你这个样 谁看的谁烦 你连班都上的 都不太好的 你班现在指定 我都不用问你 你现在班指定 你啥也不是 你揪了 你眼瞅的快 你眼瞅快 扭扭扭扭 你现在肯定啥也不是 你在说话 这出 你为人处事 这一出 你的认知 让人很讨厌 哥们 你认识啥 你懂啥 你见过啥呀 你啥也没见过 张嘴就来呀 中国 你又一个月 交几千 你又就 你交啥了 你交啥了 哎呀 我一万 我八万 跟你有啥关系 你播的 你现在开个直播 看你有多少人 你说那没用的 屁话有啥用啊 你讨论三观 该讨论问题 你讨论三观 得了呗 你瞅你那出 你张嘴那出 哥们 你整那出就好像啥 就好像现在拉点货 你好像那个农村上来 要抢着的 跟你有啥关系 你唠点你能 你能摆了那话题 你连医保 啥是医保 啥是商业医疗 你都不知道的选手 你上来唠什么医疗啊 国外又免费医疗了 哪个国家是免费医疗 让你说 你能说出来了吗 新加坡 你知道吗 你张嘴就马上咧咧 您现在拿着绿 你为啥还在中国的导音 跟快车平台 绿啥怎么就不让了呢 我就拿啥 我在这不当务你啥的呢 哥们我想问问呢 当务你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跟你一样的阵营呗 我必须得张嘴 也是让你这一个月 交几千块钱保险 我问你 所以是不是我必须张嘴 跟你一样 我一个月交几千块钱保险 我是不是也得对家里边 极度不安逸 我也得是想出国没出了 你讲话了 我告诉你 哥们就你这个水平 人家美国这边签证的时候 为啥没让你来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为啥不让你来 这边也不收垃圾 你听懂吗 你就是垃圾 人家也不让你来 你讲啥呀 你就在这呼唧尿尿的一出 哥们我都已经能看到 透过咱俩的对话 我都能已经看到 你这辈子基本上最大造诣 就是今时今日这出了 你再大也大不了了 你那个脑袋 已经能接受的东西 已经达到极限了 其他东西 你连看都不愿意看 你连接受都接受不了 你张嘴就替人家免费宣传 哥们你连美国出都出不了 人家来都不让你来的选手 你在家替的直坐脚 你伤嘴跟别人聊 那外国免费一聊 你这个选手 你告诉我 你这今天是不是已经 人生高光时刻了 国内说国外 跟你在国内 国外说国内 是一个对等吗 有啥不对等的呀 哪不对等了 你来你告诉我 你干啥活你不得劲了 你干啥活你觉得不得劲了 你干啥活你不觉得不得劲了 我问问你 你干啥活觉得不得劲 存不了钱 你有什么能力 先咱假设一下 就你这水平到国外 你能挣着什么钱 你告诉我你能干啥 你别废话 你能干啥 我应该活得很滋润 我问问你 你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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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那么多废话 哥们 我就问你 就你这小手让你出国 你能干啥 你能干啥 我在深圳 我在深圳干 可以干到自己的生活呀 你干出啥了 你个编角料 你干出啥活了 来你给大家炫一炫 你什么造诣 你什么造诣 编角料 你有造诣吗 我有没有造诣 那是我的事 我可以开直播 你行不行 我认知明白 我看得比你通透 我比你懂事 我比你看得明白 我不像你一样 国都没出过 就认为国外是免费医疗 我不像你这是国出不了 你就觉得自己国家不行 我一点不像你这样 我有志气 我想问问你 你看出啥来了 那我问问你 你看出啥来了 可能几十万 能达到百万美金 就不容易了 那不容易 你能不能挣出来 我问问你 你配不配证哥们 你配不配证 你连出都不配 出来你替人舔啥呀 对不对 我给的地方 我呆着 我乐意呆不乐意呆 我罵他 我能出来 你都出都出不来 你给的舔啥呀 我这一位奋斗了 一个邀请函 你可能就去了 那我问你 你能不能来 你能不能来 你能不能出来了 你配不配 你配不配 你为什么不配 你不能检讨检讨吗 你为什么不配 你不能检讨检讨吗 现在外宁觉得 你跟你哭 你哭泣 那一出 你讲话 你整的好像你三姨似的 来 你现在这出就跟你三姨似的 你坐地上 娃娃 给那会哭 你这又不管了 你别整这出 多可人 挺大大小伙子 你想话 认知没有那么一丁点 啥玩意就觉得 国外一定是比国内的好 我一些辈子没出过国 我也不知道 我张嘴就是比国外 比国内好 你知道啥 你见过啥呀 你这辈子最高光时刻 就是此时此刻 你上的年轻 你岁数大一点 没有任何地方用你 知道吧 你啥也干不上 你吃不上四个菜 你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 你一天五米三道的 逼合俩眼睛 你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 你知道吧 你一天五马长强 啥能的没有 你从大学毕业了以后 到今天啥技能 你也没有 因为一句不会说 做梦还想出国 就你这个选手 你根本就是不配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明白吗 你在那喊也没有用 你喊也是白白喊 哥们 你啥也不是 你啥也不懂 你明白吗 你在这个社会上 认知就是这么低 你就是编脚料 你存存就是编脚料 你别我一说话 你就喊 我给你一分钟 你能表演得了吗 来我给你一分钟表演吧 来我给你一分钟表演 演呐呢 没了 哎呀 我就扶你这种 我就扶你这种 自己吧 混得在社会上 混得跟纯纯编脚料 狗的是不是 完了总觉得 自己对国外挺了解的 一拿出来举例 咱中国炸地的 你去过吗 铁子 我说不好听 上亚你都没去 溜的一圈 你还国外 你唠啥国外呀 哪个世界 哪个国家 有免费医疗啊 你想话 你到那个窗口门槛 人家把你那个护照 扒给你 去都不让你去 编脚料都不让你去 选手 你这家替人家这种舔 你替人家这种糊着 咋的 你就现在 你想去新加坡 你想去美国 人家听到你这番言论 能给你发个邀请 还让你来呀 进口引进垃圾呀 铁子 你真拿自己当块料了 你可 你还本科毕业 我告诉你 中国中国最好的一个 这个社会环境 就是能让你这种人活着 能让你这种人去上班 就不错了 你这个水平在美国 你必然是流落街头 你可大马龙躺着 衣服裤衩你都混不上 你可人躺着 第一个礼拜你躺 第二个礼拜你就是 冰冷的躺着 你懂不懂 就你这个水平 狗袋你都不是 好不好 来吧 刚才谁说要联网探长了 联网探长 进口垃圾 你还有刚才跟那个说 那是我哥们 那小子呀 你这朋友能处吗 一天 我就听这声就知道 一周八不得七天 得喝五天小酒吧 没事六点小酒 五米三到五马畅乡得出 总觉得自己挺明白的 挺丢人挺磕身的 别跟这种玩意起站 显得你掉价 显得你掉价 你都不如跟精神小伙 去一起混一混 对不对 王公